内容之后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可以来完成我们第一个案例了 就是我们的网站信息页面 要做这个要做这个案例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里面来看一下吧 我们把这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东西框出来 框出来之后我Ctrl C之后完成 完成之后我们去在我们的这个画头工具中 我去打开它Ctrl V扇过来 沾过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吧 首先这个公司简介这是一个标题吧 这是一个标题我们得要来做 然后这里面有一根线 这里还有几个四个段落 中间这里有一段文本需要去 改变颜色 这里要去改变颜色 那这一个我们该如何来做呢 我们就是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分析了 打开我们刚才的一个笔记 然后我们对照着 Ctrl Shift叫O 然后对照着我们这一个来做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是这个公司简介 简介 需要 需要一个标题吧 然后第二个 这里有一个水平分割线吧 水平分割线 然后第三个是不是有 一二三四四个段落 还有的是第一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 字体需要 红色吧 那我们现在 这些知识还我们还不具备 那我们就是来做一个案例 我们通过案例去驱动对这些标签的一个学习 那首先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这里面去新建一个目录 我们今天会写的案例会比较多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案例的话是网站信息页面的案例 在这里面我们再去写上一个叫做Demo吧Demo1 完成之后完成之后那大家看到这一个模板是不需要大家去记的 大家作为一个了解的内容 我们用这种工具 它会自动帮我们生成 那我们在Title中再去写下一个Demo1 然后在我们的网页内容要写在这个Body里面 那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事情呢 就是这个标题标签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在我们写经验诗的时候 就是去改变这个经验诗的它的一个标题 我用的是一个叫做 是不是H1 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一级标题 标题1 那大家看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再去运行一下 现在它是不是标题1写出来了 它实际上这个标题1 它还有其他的一个 还有其他的一些那种 比方说我把这个Ctrl Shift加R 我快速的把这个拷贝几份 那它得有一个后面的H后面的数字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H2 比较H3 H4 H5 还有一个是H6 我把后面的也改掉 H2 H3 H4 5 6 改好做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页面这边 我把这个缩小一点吧 大家看一下我Ctrl一刷新 是不是随着这个前面的数字的变化 它也发生了变化 Ctrl一刷新 这个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 在这边Ctrl一刷新 大家随着数字的变化 它上面的标题也是发生了变化 那这个是一个标题标题标签 大家只要记住 你只要记住 我要写一个标题 我就记住一个H 后面的数字自己再来写就可以了 这里面的标题标签需要注意的是 需要注意的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 标题标签 需要注意的是 H后面的数字 H后面的数字 数字取值范围吧 它的取值范围是1到6 那1到6 那有些同学说 哎老师 你不是说这个H3是一个解释于新语言 它是一个弱语言吗 那我写个H7呗 然后写个H77吧 写个H77呗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77有没有效果 我可能去玩一刷新 它是不是也能正常写实出来 但是呢 这个写实的正常吗 没有 它是不是直接是普通的文本了 比如说我在 写一个普通文本 普通 普通文本 它是不是写实成普通文本的一个压式 这个的话就是 它虽然是弱语言解释性的语言 但是我们不能自己去创造标签 这些标签都是它预定义好的 只有它预定义好的标签 浏览器才能去翻译 就是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刚才在做这个步骤分析的时候 第二条 第二条是不是要去一个水平分割线了 那水平分割线 它实际上是一个水平分割线能修饰内容吗 没有内容可以修饰吧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分割线 第二条的话 它是一个hr标签 你看我用这个工具敲出来之后 它直接是给我们 给我们补齐了 叫做水平分割线 我们在我们的页面上 Ctrl一刷新 那大家看一下这根线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这根线显示出来之后 那我们在这下 是不是要去 第三步是干嘛 第三步是不是四个段落 那段落的话是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 就是一个p标签 这个是比方说我们去写个段落 段落1 段落写好这个段落 我把这个东西多拷贝几分 拷贝几分之后 可能去玩一刷新 那大家看一下 它跟我们的线前面是不是有一个换号 后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换号 就是它稍微有点差异 为了让大家能看清楚 我们把这个用一个HR标签 先做一个分割 我们把这里可能就刷新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要去再做的一个事情是 段落 第一个段落 字体需要红色 那我们现在能改变字体的颜色吗 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是不能改变字体的颜色 写上一个 写上一句话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然后我要把回家 后面几个探号 自己要去改变一下颜色 这个又该怎么做了 这里面的话就是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标签 就是一个 放着标签 那记住在我们初学阶段 先写开始标签 再写这个结束标签 我把它 我们要修饰的内容 我直接把它包裹起来 包裹起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 可能去玩一刷新 是不是显示 现在还是显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去改变它的一个颜色 我们就是需要去学习放着标签 放着标签 常用的属性了 属性 什么是属性呢 属性是写在我们的标签内的 写在我们的这个标签内 我们要去写它的一些常用的属性 放着标签 它有一些什么常用的属性呢 比方说 我们要修改颜色的 写一个卡了吧 我们还可以想去改变这个字体大小的话 在这 改变 字体大小 颜色 这个写上 颜色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两个属性 那这两个属性怎么加上去了 这里就写上这个color color 然后再一个等套 然后在里面这写上它的一个值 比方说我去写上一个red 这个它又 给我改了 那现在我们是用这个font 它去改 给它添加了一个red 后面刚才 后面刚才这个红色不是 因为我写了这个red 它就变成红色了 是因为我这个代码 少了一个引号 它变成报错了红色 所以我要把这个引号加上吧 那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color一刷新 这时候就 字体就变了一个颜色 那我现在再去做一个事情 这个字体 我回加这几个字 我要去加大 改个几啊 改个1啊 那改个1 我们就先改个1看一下呗 这个 这个太小了 全image都看不到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字体 是不是要去搞大一点 我们 我可以在后面去给它加上一个换行 换行我们可以多来几个 是改成1 2 3 4 5 6 它也有一个取值范围 C 那 空去玩一刷C 那现在是不是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随着这个数字的增大 它字体也变大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里面 它自己 它是有一个取值范围的 范围 1到7 这个范围 大家也不要去超过它 来 我Ctrl Shift加R 我这里再去写一个77 大家看一下 这个77有没有效果 Ctrl加R 对的 我写一个77 它有效果吗 它是不是跟我们最大值 写的是一样 那这个是第一个字体标签 字体标签 查用的是这两个 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可能会用到的 一个 Face 这个Face是干嘛用的呢 Face它的中文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把这个改一个字体 我可能去把它刷新 保存了没有 保存了 Model S 是吧 那我可以去再改一个 比方说 改一个 改一个比较诡异的 反送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效果 Ctrl一刷新 是不是就显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Face Face它是一个改变字体 像这种添加属性的这些标签 大家能接受吗 就是在我们这里面会学习到一些标签 它的一个语法规划是这样的 首先是一个标签 然后在空格 写上属性的名称 然后在一个等号 再是引号属性的词 OK 这个就是显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 这一块 如果没那个respignia